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美国高中篮球界,多个新进项目正在对顶级高中生球员进行疯狂抢夺 今天2025季的天才后卫伊莱艾利斯就宣布签约著名篮球项目Overtime Elite 但他选择不收取任何工资,而是以拿奖学金的方式加入 这样艾利斯不仅可以参加Overtime Elite的训练和比赛,从肖像拳中获利 更重要的是保留了未来打大学篮球的机会 伊莱作为这两年声名大噪的艾利斯兄弟中的老大 身高6尺,183公分,得分能力劲爆 高于赛季场均可以砍下21.9分 他在IG上拥有超过12万粉丝 而兄弟俩参与拍摄的Vlog纪录片也正在Overtime的官方频道火热连载中 艾利斯表示,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挑战 我想要和那些高水准的选手每天一起训练和对抗,进化到下一个层级 其实在Overtime Elite联盟中,汤普森兄弟已经出圈,是明年选秀大会的热门 两人有望写手进入乐透区 除了Eli Elite之外,2024届全美第一Naser Cunningham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将会与秋天加盟Overtime Elite 他同样不收取任何工资,从而保留了未来打大水篮球的机会 Overtime Elite项目成立于2021年 旨在为天才高中生球员冲击NBA提供另外一条路 而对于一些家庭条件差,急需变现的球员来说,则又获利十足 此项目以拥有百万粉丝的YouTube同名频道为基础 资本雄厚,大的品牌赞助商包括加德勒运动饮料 和美国保险业巨头State Farm 而个人赞助商更有亚马逊网站创始人 前世界首富Jeff Bezos 与一众NBA球星,包括甜瓜和杜兰特等人 Overtime Elite当年一经创立就募集到了超过一亿美金的经费 让他们可以为每位需要赚取工资的年轻球员提供超过十万美金的年薪 并为他们上个人保险 而与此同时,学术方面也提供了线上课程和远程辅导老师 球员们可以通过这种学习模式修完需要的学分 除Overtime Elite之外,由坎耶坎耶West创立的Donda Academy也竞争力十足 这所学校提供从学前班到高中四年级的教育 而且不收取任何学费 最大的品牌赞助商为Adidas 上赛季Donda正中最强的球员为2023届五星高中生 天才后卫Robert Dillingham 曾经已经承诺会在高中毕业后加盟肯塔基大学 而最近刚刚在24期体育升至五星的Jalen Green的小老弟 AG Johnson也宣布转学到Donda 这所学校处在加州的黄金地带 他们的假想敌和对标学校为塞拉小谷高中 而坎耶的自带流量可以为这些高中生球员加持 让他们受到更多球他们的关注 这也是一大利好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